欢迎来到听说动物 我是鲨鱼 这叫鲨鱼听说了什么动物的事情呢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动物是电蛮 那有人可能就想说 为什么之前才讲过蛮鱼 现在又要说电蛮呢 但其实呢 电蛮并不是一种蛮鱼 它在生物的分类上 其实是跟鲲鱼比较相近 但是呢 它们长得没有像鲲鱼 长得应该的确是比较像鰻鱼啊 然后有人可能会想说 那为什么不叫做电蛮就好了呢 原因是因为电蛮已经是另外一种鱼的名字了 所以说呢 它还是叫做电蛮 就是这么简单 那电蛮呢 它们主要是出现在 南美洲的亚马逊河跟奥里诺科河里面 它们的体型就是很圆 然后很粗很长 就是像一个管子的感觉 最大的电蛮可以达到250公分左右 超级的厉害 对 然后电蛮主要是夜行性的动物 那讲到电蛮大家应该觉得最酷的事情 就是电蛮会放电嘛 就是可以电别人 非常的酷 就是大家现在觉得说自己每天都在用电啊 感觉很像电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东西 对没错 虽然我们每天都在用一些电 但是那些电都是 就是经过人类就是科学的发展 才发明出来的电 就算到现在我们人类的身体 还是没有办法拿来电别人啊 所以说这个电蛮它们身上的构造 其实是非常的厉害的 那电蛮它的放电能力呢 其实主要是来自于它的肌肉 酷吧 就是你的肌肉就是只是肌肉 但是它的肌肉可以放电 对 那它的这些肌肉组织 其实是经过演化之后 然后变成一种特化的肌肉组织 所以它已经不再是普通的肌肉组织 它就是 就是里面带电的肌肉组织 所以说呢 这个电蛮它们身上的肌肉组织 几乎都可以放电 然后身上呢 可以放电的肌肉组织 高达80% 所以说 只有剩下的20% 是比较一般的肌肉 这就是大部分的80%呢 都是可以放电的 那 电蛮的头部呢 是正极 尾部是负极 然后它身上 就是有很多很多小小的放电体 所以它全部一起集合起来放电的话 可以放到600到800伏特 虽然说没有像皮卡丘 10万伏特那么强 但是 600到800伏特 也已经很强了吧 对 那 一般它们电食的时候 就是用这个高电压 可以直接把 一些小型的鱼类啊 生物把它们电死 这样子的感觉 对 那 电蛮的话呢 它们其实 身体里面是有三对 生产电力的器官 有主要器官 亨特器官 和萨克斯器官 那 这些器官 就刚刚讲说 它80%都是有 都是可以放电的 身体部位嘛 所以说呢 就是这些器官 当然也是很大的一部分 然后 电蛮其实是可以 有两种类型的器官放电 那 其中一个就是 比较低电压的放电 另外一种就是 比较高电压的放电 那 刚刚讲到说 这个高电压的放电 是600到800伏特 所以说 它等于全身的这个 小小的肌肉 全部都 要 去做放电 的这样的事情 所以等于说 它整个人 整只鱼 是 非常的疲累 那它这样子的话 就是不能够维持太久 它高压电的话 释出高压电的话 是不能够维持太久 所以说 它 可能就是放完电之后 它就会 蛮疲惫的 然后 这个电压 会随着它 年纪的增长 或是身体变不好的话 电压都会随着这个 影响而衰弱 那 通常呢 低电压都是用来 感应周围的环境啊 或者是跟 附近的 其他的 电满 互动 交流 然后 高电压的时候 就是 用来就是 检测猎物 然后直接把它 直接把它给暈了 电暈 然后电暈之后 电满 就会直接开始吃对方 这样子 这样子的 一个流程 那它的 这些器官呢 都是由这个 电细胞所组成 然后这些电细胞 就会排列成一整排 所以说 那个离子的电流 就会流过这一整排 然后 每经过一个的时候 就会增加一个电位差 那 这三个电器官呢 就如同刚刚讲的 都是从肌肉发展而来的 然后 它这个特化的肌肉啊 就是 沿着那个鰻鱼身体的两侧 这样子长 就是长在它身体的两侧 这样子 那 当鰻鱼找到猎物的时候 它的过程是怎么样 它身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其实就是 它的大脑 会先通过神经系统 就是 就是告诉 电细胞说 我们已经发现了 就是要启动攻击模式 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呢 电细胞 就会 打开这个离子的通道 然后让 那流过去 瞬间呢 它就会反转成极性 然后通过引起这个 电位突然的差异 然后就会产生电流 因为只要有一个 只要有电位高的地方 跟电位低的地方 就会产生电流嘛 所以其实就是这样子 跟电池 对似的一个逻辑 然后 它在中间全部都产生 这个电位差之后 那就会这样子 咚咚咚的流过去了 然后 电脑还能够通过 电能力 直接去控制 就是猎物的神经系统 超强 透过这个 电脉虫 可以控制 那个被它 电到的 电到的小型动物 然后 那一只被电的 它的神经系统 和肌肉 就会受到 这个电的影响 然后它用这个方式 主要是 可以用来 阻止猎物逃跑 或是就是 迫使它移动 对它可以就是透过 再加强 再电一下 然后迫使它移动 或者是让它 就是被电到麻痹 也没办法移动 这样子的感觉 对 因为其实 电脉它 就是它瞬间 电很强 但是对方 还是有可能用最后 最后一股力气 就是 游走 那 反正它用这种 电脉虫控制的方式 就是可以 让对方就是真的 失去 它自主移动的能力 然后就可以 顺利的 去吃到 这个 猎物 那 刚刚讲三个器官嘛 萨克斯器官的部分 是 跟电的定位 有关系 然后它这个器官里面 就有 很多 对是肌肉的细胞 但是 它是特化的肌肉细胞 所以被称为 电细胞 然后这个电细胞 其实就很像是 一个小小的电池一样 每个电细胞 都代表一个电池的话 每个电池 产生0.15V的电压 那这些电池 全部都串联在一起的话 这整个器官就可以 大约 就是 产生 产生 10V的电压 对 然后 这些信号 会从主要的器官发出 然后 亨特的器官 是会 几百赫兹的数据去发出 非常快速的讯号 那三个电器官之间呢 其实是有一些差异的 因为 它们是 有完全不同的功能 像是亨特器官的话 主要的电器官和 强电压的部分 是富含 就是 钙质的蛋白 然后 这是一种 参与高压产生的 蛋白质 这三个器官呢 它们 拥有的 纳甲邦普 数量 其实也差很多 那纳甲邦普 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它是一种 位于细胞膜上面的酶 在人类的身上 还有在动物的身上 都能够 发现 那那个 纳甲邦普 其实它就是 一个 酷酷的通道 然后它可以把 就是 细胞外 细胞外 跟细胞内 不同浓度的 甲离子 跟钠离子 互相流通 就是如果 一边的 就是细胞外 相对细胞内 较低浓度的 甲离子 就会送进细胞 然后 细胞内 相对于细胞外 较低浓度的 钠离子 就会送出细胞 所以说两边呢 就会这样子 互相的流通 那这个 互相流通的事情呢 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 对电压的形成 是非常的 重要的 那 主要器官 哈亨特器官 对这种 蛋白质的 就是 它的 它的表达性很高 就是它们这个 纳甲邦普的 运作非常的热烈 然后 所以说其实 这就代表说 它对 离子的浓度的变化 是有很高的 敏感性的 但是 反而 这个萨克斯器官 对于这种 这种 煤 这个 纳甲邦普的表达 就很低 那 典型的 它们 电脉一般的 普通的输出 就是 足以 能够急晕 或是阻止 几乎任何的动物 因为它 它可以自由的改变 放电的强度啊 就是它 如果今天猎物很小 它可以使用 较低的放电去狩猎 然后如果是 一个比较大 威胁性比较大的猎物 它就可以使用全身的 全身的 电力 来去急晕猎物 然后或者是 遇到烈食者的时候 也能够用这股 最强的电力来 保护自己 那 它们呢 超酷的事情是 它们还可以 就是透过 把自己身体这样子 卷起来 然后两点接触 就能够集中放电 那 如果 它们有被 扰动的时候 它们可以在 至少一个小时内 产生这些 间歇性的电疾 都不会 感到疲倦 就是 嗯 被扰动的意思就是 它可能 嗯 就是它感觉到有危机 然后被打扰的状态 它们就会 发生就是这种警觉性 然后在警觉的状况之下 它就能够 就是比较 可能 呃 就是比较能够快速的去累积 它的电力 然后一直不停的电 都不会 感到很疲累 但是呢 其实世界上 不只是电脉 会 放电 就是除了电脉以外呢 就是 其他也有 别种的电鱼 也是会有放电的 那通常 当几个物种 共享一种 就是像 发电这种 不寻常的特殊能力的时候呢 通常呢 都是因为它们之间 是有亲属关系 或是 基因上的类似的 但是 南美和 非洲的河流中的电鱼呢 却是就是横跨六个不同的分类群 也就是说它们亲属关系都非常的远 但是它们却同样拥有这个超酷的电能力 然后 除此之外呢 在海里面呢 也有三个海洋的电鱼谱系 所以说 其实就是今天虽然先讲了电脉 但是呢 世界上其实还是有其他的动物 它们都是电鱼 就是都是会放电的鱼类 然后有的在海洋啊 然后有的在非洲 有的在南美 然后它们的分类也都离得相当的远 但是它们却通通都有这个放电的能力 所以说就有科学家觉得说 这个电能力就是非常的酷 为什么就是它电能力这么的独特 然后它的分类和地理却都完全的分散 没有办法想象这些奇妙的器官 就是为什么会走到一样的 最后发展出同样的一个能力 那反正就最近就有一篇就是 就是发表在那个论文 科学进展上面的论文 然后就解开了这个进化之谜 其实老实说 我也是因为看到这个论文的 就是它说论文发表的相关的文章 才知道 才会就是对这个电鱼的事情 产生兴趣这样子 那 其实它们解开这个进化之谜啊 就是只是在做 就是类似达尔文这样大多数生物学家 都在做的这种研究进化的事情 然后总之呢 它们就是 揭开了就是这个1.2亿年的进化 就是为什么这些不同的 不同的电鱼都可以有 惊人相似的这个电器官 那所以呢 事实就是证明说 要进化出 要演化出这种 会放电子器官 其实 绝对不是只有一种方法 走到同样的结局 因为 就是 事实就是它们完全都是不相干的生物 但是却 演化出了同样的 一种特殊能力 那刚才讲到的这一种 就是 南美啊 南美的电蛮 它们的电能力啊 就是透过这个改良过的肌肉细胞 会产生那离子的梯度嘛 所以就会产生电流 这个其实是 算是蛮直观的一种方式 然后 非洲的鱼的话呢 其实也是这一种 也是非洲的电鱼的话 其实也是 这一种 类似这一种的 演化的结果 那在 就是它们的肌肉当中 这些电信号 就是会一直流过这些细胞 在细胞当中流动嘛 然后 帮助它们进行 收缩 进行运动 但是在 电器官当中 电压是 向外引导 因为你要从整个身体当中 去把 电放出去 放在 放到别人的身上 那 每次电极的强度 其实就是 取决于 每一次 就是同时间 有多少个电细胞 同时在发射出去 所以 刚刚有讲述就是 它可以控制 自由的控制 它要放多大的电 其实就是因为 它身上不是有很多电细胞吗 那刚有举例说 电细胞 其实是类似像 电池的概念 所以说 你可以一次决定 你要发动 几个电池的电力 那这样子的话 你如果全部都一起发动的话 那就是 会是你的 你的最大电力 大概就是 就是 如此 那回到很久很久以前呢 就是 可能是 3.2亿年前 到4亿年前的时候 嗯 当时 就是所有 的这个硬骨 鱼的 鱼类的祖先呢 就是都在 它们在一次 罕见的遗传事故当中 幸存下来 然后 那次 幸存下来的时候呢 就 它们复制了 整个基因组 但是其实就是 复制整个基因组 就是所有的基因都是 每一只的基因都是一样 这样的状况 其实是 对 动物来说 还蛮致命的吧 因为大家都知道 演化的重点是变异 如果完全没有变异的话 那不是很危险吗 对不对 就是它创建的 就是创建的 同样的 但是其实可能很多基因里面 是有一些 不需要的成分 然后 所以呢 这个 这个重复 居然就是 从此打开了 未开发的遗传可能性 就是原本 这其实就是 等于说 他讲这些 其实就是一个事故 造成的结果 就是原本大家 原本不会 有复制基因组 这样的状况 但是因为意外的复制了 然后所以 它复制了之后 反而就产生了 一条整个全新的道路 而不仅仅是一个基因 就是它复制了之后 导致后来的 演化之路都变得 完全不一样 那这种重复呢 其实 还有意味着 它们 一个额外的基因拷贝 其实就是这个 基因拷贝就是 我们刚刚讲过 这个 纳甲邦普 然后 一份呢 它继续在 肌肉细胞当中起作用 第二个 的突变呢 就是赋予了 它电细胞独特的 电特性 但其实很重要的事情是 它们在采用任何电器官 就是要适应 这个电器官的特异之前 其实它们都必须要把 全部肌肉细胞当中 的就是 第二个副本 第二个复制的地方 都先 让它 停用 失去活力 否则就是 它新出现的这个 电细胞能力 不就是会干扰它 原本的那个 电细胞的系统吗 对 所以说其实 这中间还有一个 超酷的事情是 它们还必须要 就是 知道如何 就是关闭某的 关闭某些基因 然后 结果那些研究人员 他们就发现 在不同鞋统的电鱼 他们做的方式 他们就是 这个过程是完全不同的 那像是在 非洲鱼的肌肉组织当中啊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们的 纳甲邦普 基因仍然起作用 但是呢 那时候 它的纳甲邦普基因 就像是 一个 一把没有钥匙的锁 就是 没有肌肉组织 没有制造的辅助分子 所以它没有办法 去激活它原本的那个系统 但在大多数的 南美的电鱼当中 肌肉中缺少这个 纳甲邦普的基因 纳甲邦普基因 在很大程度上 都是没有在活跃的 因为它缺少了一个 很重要的控制元件 然后那个控制元件 就会专门提高 肌肉中这个 纳甲邦普的表达 然后在南美鱼类当中的 一个奇怪的 电鱼血统当中 这个 这个纳甲邦普的基因 确实仍然在肌肉当中 做 就是起作用 但是奇怪的事情 是它在 这个电鱼还是小的时候呢 却会暂时不活跃 然后等到鱼成熟之后呢 就会有一组完全不同的基因 直接接管 对这个电器官中的 这个 纳甲邦普进行控制 然后它的邦普 就又可以开始运作了 对所以其实 就是 超神秘 就是它们在这个 演化成 演化成都会放电的过程当中 它们就是 这个纳甲邦普 要怎么暂时关闭的事情 其实每一个 每一个地方的鱼 它们采用的方式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即使最后演化过后 就是它们这个 纳甲邦普的 使用方式的感觉 就是已经都是 使用这个纳甲邦普 但是这个纳甲邦普 就是在 调节的方式上呢 还是有产生 蛮不同的很多地方 讲到这边 可能有人已经 就是要想要睡着了 因为 讲得太深入了 大家其实对于 动物的奥秘 没有想要研究到 它的生理构造 那么深层的东西 但是呢 嗯 虽然说 很抱歉的是 刚刚可能也 因为不是这方面的专业 所以 呃 单纯的去研读 对别人的论文 也没有办法讲的 那么的清晰 但是 呃 我其实是真的 抱持这个 觉得非常兴奋的 的态度 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 因为 这其实就一个很神奇的感觉 就是假如说 你前面都完全 已经 听不懂 已经离线的话呢 其实简单讲 为什么会觉得很兴奋的原因 是因为 就是很像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然后 大家都 完全不同 完全互不认识 但是好几个不同地方的实验室 却共同 开发出了 就是同样一个超强的功能 但他们使用的机制却 完全不一样 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他们 就是它是一个很厉害的功能 感觉超级难发展出来 但是却 好几个不同的地方 的实验室 他们都用自己不同的方式 然后发明出了 类似的功能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觉得超酷 就是有一种 呃 很多地方的人 量子纠缠的感觉 对 然后 对啊 就是有一种智慧的 智慧的量子纠缠的感觉 感觉就是大家 虽然没有 完全互不认识 但是却 呃 就是 就是做出了一样 厉害的东西 然后再回到 动物的基因演化上面 更 更 酷的就是 就是他们根本不是 一些发明家 或怎么样 他们也不可能有什么 咨询流通的状况 他们就是 呃 生物自己身体本身的演化 那当然不可能有人会 就是有人会有讨论的情况之类 因为那是 呃 身体里面就是基因演化的过程 所以 竟然能够就是 最后变成这个趋同 这样子的趋同演化 其实是非常的酷的 然后 嗯 他们这个 就是最后演化出来的这种 这些放电机制啊 就是利用这个 纳甲邦普的这个放电机制 其实是非常精致的 因为他们几乎可以精确的 就是精确的 确定哪一些组织 要表达这种 表达这种蛋白 哪一些组织 是不要 这样子 那 其实这种 纳甲邦普的 活动的突变啊 其实明明就是 是一个风险非常 非常高的事情 就是这个 纳甲邦普突变的话 其实很有可能会导致 就是这个生物各种健康问题 或者是有可能因为这个 这个突变而 就是变成肌肉无力的症状之类的 所以其实风险是很大 但是他们却就是 都 最后就是以不同的方式而成功了 是很厉害的 对 简单来讲 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样子 那其实也有就是跟 这刚刚讲的这个差比较多的这种 放电方式的结局 就是像 南美有另外一种电鱼 它其实是直接用的是修 就是改良过的 神经元而不是改良过的肌肉 刚刚我们讲电蛮的时候 还有其他非洲电鱼 它们都是使用这个肌肉细胞 在扮演电细胞小电池的这个角色 但是有一些南美的电鱼 竟然它们改良的不是肌肉细胞 而是神经元 对 所以就可以直接使用神经元去进行 就是去有储存电 然后有电极这样的功能 那海洋当中的有一些电鱼 也已经演化出更奇异的更奇异的放电策略 就是有一种电鱼 海洋中的电鱼 它会通过眼睛当中的肌肉进行电极 所以就是超酷 对 就是只能说超酷 OK 那今天的关于电蛮啊 电鱼啊 它们放电的事情 的故事 就差不多讲到这边 希望大家就是 可以稍微忍耐一下 比较枯燥的一个过程 然后 就是 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不好意思 就是因为 就是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业 所以没有办法用更清楚 或是更好的方式讲给大家听 但是纯粹就是因为 我发现了这个 他们 就是我刚好看到 他们这个新的 关于演化的这个事情的 一个研究论文 就是发出来的一些相关的文章 然后就对于这个议题感到非常有兴趣 所以 就非常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电鱼放电的 就是很酷的一些机制 这样子 对 所以如果说有一些讲错的地方 如果你是生物相关专业的朋友 有一些讲错的地方的话 就非常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 就是 关于那些什么 那家帮僕的活动啊之类的 如果有讲的不错错的地方 就是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那我们就再次感谢订阅赞助的会员 Ean 带领男子 James Jason 天鱼恩 毛毛 天鱼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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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收听我的另外两个podcast 其中一个是 女友的纯粹不理性批判 你有时间更长的主力性内容 另外一个是 鲨鱼会在每周日 是有跟大家分享国际新闻新资讯 那我们听说动物就希望可以在每周五跟大家相见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